媽媽跟女兒 如果兩個能力都強的話 在年輕的時候 難免都會有一些意見上的衝突 因為媽媽總希望是 女兒聽她的 那女兒也會希望說 媽媽妳也該聽我的 對 所以現在 因為現在小孩子少 所以也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因為有這些筆劃的人 都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性格從小 你知道父母都希望說 小孩子是一定要聽小孩子的 小孩一定要聽父母的 對 但是不見得 因為小孩子其實有能力的 他從小就會有自己的想法 像妳就是了 請教一下美玲老師 哪些姓名筆劃的兒女長大後 會對父母特別貼心 然後我們來看人格 人格其實就是 我們一個人的一個性格 我們不管改過或是沒改過 都算在這裡面 我們來看 三十一 為什麼這個要等到長大後 會比較貼心呢 因為有這些筆劃 其實本身能力都是強的 但有時候能力強的時候 小時候也難免多少 都會有她的一個性格存在 或是十五 是嗎 對 人格 人格就是我們的性加 第二個制 女三十一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能力強的 媽媽跟女兒 如果兩個能力都強的話 在年輕的時候 難免都會有一些意見上的衝突 因為媽媽總希望是 女兒聽她的 那女兒也會希望說 媽媽妳也該聽我的 對 所以現在 因為現在小孩子少 所以也會有自己的想法 那因為有這些筆劃的人 都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性格 從小 你知道父母都希望說 小孩子是一定要聽小孩子 小孩子一定要聽父母的 但是不見得 因為小孩子其實有能力的 他從小就會有自己的想法 像妳就是了 但我覺得媽媽 她有點控制慾太強 妳給我怎樣... 因為媽媽能力也是... 不要... 對 因為媽媽能力也是強的 所以有時候能力強的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互相尊重就不會了 那如果互相沒去尊重的話 這個就得等到長大 彼此經過社會的歷練 還要經過或者是婚姻的一些歷練 或是經過在社會上 有受了一些挫折 或是自己成長了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突然感覺到說 原來對我最好的是妳 所以你們就是 因為能力強也在成熟的時候 也特別的會去理解對方 所以你看你們兩個都是 剛好在這個點 那我們大部分都 三十五歲以後 就是妳的後天性格 等到妳真的思想長大之後 社會歷練夠了 那個時候就會特別的 對妳的家人會特別的感恩 所以有時候小孩子 小時候對我們有一些想法 並不是不好 就是父母學會去理解妳的小孩 那自然就不用等到他長大 然後才來 我們才來彼此和解 那但是原則上 有這些筆劃的人 其實都很有 很有自己的原則 只要父母能夠去理解 妳的小孩要什麼的話 其實都會相處得非常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阿兒姐說好久 她最愛的就是她老公 安迪哥 說好多年沒有夢到安迪哥 結果你們車關那一晚上 安迪哥就回來給妳笑笑 對啊 你不知道 以前崔立心都說 我真沒見過一個人 把老公崇拜的 像偶像一樣這樣 雅蘭就知道 以前真的對我老公非常好 然後說實在的 我真的已經 兩三年都沒有夢見過他了 然後因為我聽說 沒有夢見他是好事 就是他現在很好了 結果出車禍的那一天晚上 我夢見他了 其實我每次夢見我老公 我隔天的心情都是特別好 為什麼 因為我好久沒看到他了 而且那個夢裡面的那個感覺 是多麼真實 就是你看 他就是一個 你以前看到的他 就是在我旁邊 然後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然後他就穿著西裝 然後跟美鳳姐 我們要去作秀 然後我一看到他的時候 我好開心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告訴他 他快死了 對啊 我就是覺得說 我知道我在做夢 可是我又看到他 那我現在要不要告訴他說 你快死了 你現在想做什麼 你想做的事情 還沒有完成的願望 你還不要趕快去做 可是我在夢裡面 又告訴我自己不能講 這樣講了 他會不會難過還是什麼 後來還是沒有講 所以我醒來的時候 還是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 那個夢好真實 我好難得可以看到他這樣子 因為愛紅 愛咬 對啊 所以這麼愛你都 這邊也不可能接受 新的 練習 很難 曾經滄海難為誰 真的 我跟弟弟算微波食品小孩 什麼意思 微波食品小孩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我爸媽 不是很會帶小孩 對 我們好像是自己長大的 沒有 我們是自己開飛箱 煮水餃 煮泡麵 不是 是誰當他父母 對啦 對啦 你說這個對 對 我跟妳講 我人生的座右鳴 老公第一位 小孩第二位 自己無所謂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自己 但是老公一定是第一位 我一定把老公的事情 全部弄好了 好 才有來弄小孩 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 你老公那麼多事情 你都弄不好了對不對 弄不到小孩 其實我還是很疼小孩 但是就是說 其實對女兒這份虧欠 那我其實是一直有在彌補 那一直到有一天 因為有一天我們去看一個 看那個大牛的演唱會 看完以後 我們三個一起去看 看完以後 那就 姐姐就說 弟弟要不要去我家坐一下 那我們就去 去他家坐一下這樣子 結果我們就三個人 坐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我女兒突然間就站起來跟我說 站起來跟我說 媽媽 對不起 這三十二年來 妳辛苦了 對 我知道 我錯了 我以前都沒有好好孝順妳 我整個人嚇到 然後我兒子在旁邊 真的嚇得趕快就奪門而出 想說 妳是在做什麼 我兒子 對啊 趕快媽媽的兒子 對啊 趕快拿手機出來 然後他就過來抱我 我們兩個就抱在一起 然後我兒子就趕快拿手機說 世界大和解 然後最重點是 在他跟我道歉之前 其實我有收到 女兒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我 用寄的明信片 她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我 我老花眼 妳要幫我唸一下 這樣沒有 這樣就唸得出來 如果可以 好想回到還不懂事的時候 對妳說 辛苦了 謝謝妳跟爸爸為了這個家 為了我們這麼辛苦工作 從小到大 給了我跟弟弟 那麼多的愛和自由 雖然爸爸先去天堂探路 但接下來的路 我們會繼續陪妳一起走 寄給陳惠兒 我跟妳說 其實我收到這張明信片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女兒 從我見她回來以後 我講真的 我真的沒有得到過她的心 因為她一直在她的 她跟我說 她有時候會跟我說 我活在這個世界上 根本是多餘的 妳當一個媽媽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妳會有 就想... 她都說... 她說我的心裡 真的就有一個洞 那個洞就是 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彌補的傷口 然後我不管怎麼做 我就是會覺得說 女兒對不起 媽媽當時真的是 是不得已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沒有辦法理解我 那所以當我收到 這張明信片的時候 我真的好開心 她原諒我了 你這張明信片 你這張明信片 是你發自肺腑寫的 還是用抄來的 沒有 因為 感覺上很像用 去哪裡抄來的 那個時候是去看一個舞台劇 然後它是一個環境的舞台劇 就是你可以邊吃飯 然後演員會在旁邊演戲 然後它裡面有好幾個主角 但它故事好像就是在講一些遺憾 跟可能失去了 比如說失去了爸爸 或是失去了媽媽 它就有一些小故事 然後就 最後它就發了這個明信片 它就說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想要回到 什麼時候跟誰說什麼 然後把它寫 寫完可以到樓下的 那個信箱寄這樣子 其實 所以你們明信片哪一張先 你寄給媽媽的先 對 我先寄給他 對 阿兒姐也回了一封 這個是我最近 他最近有回信給我 你們的筆記都一樣 會不會同一個人寫的 阿兒姐寫給寶貝 親愛的寶貝女兒 如果還可以回到 你三個月的時候 我發誓一定不會把你 送去阿嬤家 這是我一輩子的遺憾 但你永遠是媽媽的心肝寶貝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我去宜蘭吃飯 然後那一家餐廳 叫做掌上民族 還不是這樣 沒有 不是打廣告 沒關係 但是我就是看到他 因為那一家餐廳的關係 然後我就心裡想 我女兒就是我的掌上明珠 然後他桌上剛好有明信片 我當下就發自內心的 想要寫一張 因為我曾經收過他的明信片 我就說不行 我也要寫一張明信片給我女兒 我也要告訴他 如果時光可以回到你三個月 媽媽再也不會把你 絕對不會把你放在阿嬤家 我會把弟弟放在阿嬤家 阿嬤家 那有迷腐到嗎 這句話比較爽 等一下他弟弟聽到的時候 又有情緒來了 對啊 弟弟還好 大和解啦 真的 對... 今天就是... 對啊 因為妳今天特別準備了 母親節的禮物 要送給阿兒姐 是 對啊 尚好妳的阿兒姐 雖然我還沒結婚生小孩 還不能體會當媽媽的辛苦 但是這幾年 有感覺到自己一直在長大 就是發生不好的事情 但是自己有保持住 有撐住 有學習到東西 其實阿伯妳做老婆 妳就知道做老婆會艱苦 真的 不一定要做老婆 但就是... 屬於養的親愛公不止 子養的親不戴 妳老婆不是很厲害 來... 今天呢 來...送給媽媽 家裡送媽媽 阿嬤 母親節快樂 我來這都是 腳趁要給我發生的 來 因為媽媽一直在碎唸 我都沒有送她名牌包 然後因為我最近看到 妳背了一些 看起來... 有一點老氣 對 我想說買一個 年輕一點的送 來喔 猜禮物 來 猜禮物 猜禮物喔 對 我自己去 百貨公司 我最喜歡的牌子耶 妳最喜歡的喔 我最喜歡這個 我都買這個牌子的化妝品 尤其是口紅啊 跟妳一斤的衣服很搭耶 就是它比較白搭的 這個不太好猜耶 不會 猜禮物是嗎 喂 那重點不是猜東西 因為媽媽其實平常 女兒送東西給妳 妳現在收到 我現在看你比較重要啦 謝謝 媽媽平常沒有在買名牌包啦 而且妳怎麼判了 妳還說妳 不是 妳八點檔妳也演過 妳今天是... 篤庭哥妳真的不了解我 因為我嫁給我老公這三十年來 從來沒有買過一個名牌包 因為我嫁給我老公的時候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 值錢的東西全部都賣光了 所以我連一個名牌包都沒有 我的包包都是菜吉亞 如果這個是我在... 這三十幾...三十五年來 第一個名牌包 所以太開心了 就一直看那個包 怎麼也沒看出妳的感動 就一直在那邊拆包裝紙 是不是 妳有感動嗎 有啦 因為現在還一直看那個包包 必須的吧 好 妳為什麼 送她禮物今天什麼節 妳的... 母親節快樂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有年輕 這個特別漂亮 沒有 趕快背給她看 好啦 背一下 然後來 來 母女說說心靈話 來 下來 母女說說心靈話 來 怎麼樣 要跳舞嗎 不是要跳 抱抱啦 一定要下來抱就對了 腳開怎麼是這麼意思 漂亮 如果每一個家庭 就是兒子跟媽媽是一陪 女兒跟爸爸就是一陪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的神隊友先離開了 其實我這幾年很迷惘 然後因為跟媽媽的感情 沒有不可能牽手這種 就是我還在學習 要當一個貼心的女兒 還在學習 對 所以那一天 她跟我道歉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現在有進步了 對 有 她真的現在進步很多 現在真的很貼心 然後懂得會撒嬌 其實我們家會撒嬌的是兒子 對 她說媽媽 妳要減少一支給我 我就是雙倍的 妳的姐姐 要照顧弟弟 來了 好啦 請回座啦 謝謝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